运气远不止启用了智谋双全的斯普罗恩斯 5月30日 只在珍珠港船务基地的航母医院里待着三天的约克程号 竟然奇迹般的驶出了珍珠港 随着美军舰队第17特棍编队向中浦岛海域开来了 按常理 它需要至少一个月的维修时间 那么在珊瑚海海战战伤这条约克程号航空母舰 能不能迅速修好去参加中途导达海战 直接决定了中途导达海战双方的兵力对比 所以约克程号刚刚返回珍珠港5月27号 什么话别说 直进开进船屋 船还没停稳呢 直接就船屋开始抽水 就准备修了一趟 水还没抽干净 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 穿着那种防水的大皮裤 汤着水就进了船屋 一个海军上将直接汤着水进了船屋 那底下人什么话别说 修吧 命令就是三天必须给我修好 三天之后 他就是斜了门来修好了 当然 说到约克程号能够在短短三天之内被修好 我们除了对于美国方面这种修船能力 应该说给予一个很高的评价之外 另外需要考虑到的一点 还应该给南云中医寄上一功 如果当时不是把他当年轰炸珍珠港的时候 不是把船厂给留下 美国恐怕想修 也是拖回本土去修 但是山本五十六就没有尼米兹怎么走运了 除了有黑岛沙漠制定的AF作战情报计划较早就被美军截获破 山湖海海战中守清商的瑞赫号航母被派往加罗林群岛的透客基地运送一批新舰载机 守重商的祥赫号在联合舰队起航前还处于修理中无法随队出战 最致命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日军航空舰队的前线指挥官仍然是性格犹豫不决当断不断的南云中医 不过以为美军只能派出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母迎击自己的山本五十六 依然信心满满 在他看来首先是中途道附近不可能有美军的航母存在 就是由即便大家短兵相接日本联合舰队的苍龙号飞龙号赤城号以及加赫号对付美国的两艘航母已是绰绰有余 毕竟这一次日本要出动的是多达三百五十多艘运输补给船 一千架飞机和十万海陆作战部队组成的庞大舰队 为此日本联合舰队还特意邀请了画家彭田随行中途道 准备把这一次浩大的胜利在握的战役用画面的形式记录下来 1942年5月27日南云中一中将率领第一航空舰队的赤城号 加赫号 苍龙号和飞龙号四艘航空母舰从驻岛国地先行出发 29日由山本五十六协中复岛作战计划的制定者黑岛归人参谋 亲自指挥驻队 与由靖唐信竹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分别 由驻岛和威克岛出发 舰队之间依然保持无限电静默 早就火绝了情报的美军也开始了行动准备 5月28日斯普尔文斯少将指挥的第十六特遣舰队 企业号与大黄复号先锡从珍珠港出发 29日普尔车少将也带领还没有完全维修好的约克城号 从珍珠港出发 好像是约好了似的 美国舰队也邀请了著名的导演约翰福特随行 美方准备发扬一贯的好莱坞精神 用镜头记录中途道战役 所有舰队都往太平洋正中间的这座小岛 中途道